林楚琪,前无线电视艺员及歌手, 曾是Billiont以雇主殷皇家居的女友, 在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中脱颖而出, 曾在1987年的《东京音乐节》中, 以秦龙一曲奪得大奖。 1989年在年度时大进歌兼曲班奖典礼中, 入围最受欢迎新人奖。 童年凭借一首《这就是爱》, 在上海、巴黎世界歌唱比赛中夺得冠军。 林楚琪的歌唱老师, 是香港著名的殿堂籍歌手, 有著香港乐坛教父之称的罗文。 林楚琪是皇家居, 公开承认的三个女友中的其中一个。 据说皇家居还有第四个女友, 是日本公司的一个同事, 至于俩人还没公开恋情皇家居就已去世。 这段恋情也不为外人所知。 皇家强曾在采访时表示, 哥哥在林楚琪之后, 还交过两个女友, 而林楚琪是皇家居的第二任女友。 这么说皇家居交过四个女友的传闻也非空穴来封。 皇家居的第一任女友, 是歌曲《喜欢你》中的女主角简小姐, 因为要专心做音乐, 她耽误简小姐前程, 家居选择了分手。 随后皇家居与林楚琪拍拖。 在皇家居交过的所有女友中, 林楚琪是最不受皇家居, 家人欢迎的一位, 究其原因, 皇家强曾在节目中表示, 当年他做了对不起哥哥的事, 哥哥删选择的分手。 俩人拍拖了三年, 最终以分手告终。 1993年, 一代摇滚殉道者与日本意外去世, 当家居一体从日本抵达香港时, 林楚琪第一时间要求为皇家居守夜。 他称家居生前曾目睹中保罗去逝时, 无人守夜的情况, 他认为家居在去世后是渴望有人陪的, 而家居的家人却拒绝让他守夜。 林楚琪渴望看到皇家居最后一面, 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。 出殡当天他未能收到家居家人的邀请, 自己又搞错了日期, 错过了为家居送行的机会。 据称, 在出殡的前一晚, 他曾大闹现场, 情绪表现十分激动, 这一举动也让家居家人更加反感他的行为。 林楚琪在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中脱颖而出, 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 1987年他以一首《情龙奪得》《东京音乐节》大奖。 1989年他又再次入围十大金曲, 最受欢迎新人奖。 随后又凭借一首, 这就是爱获得世界歌唱比赛冠军。 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, 让他与皇家居有诸多共同话题。 和家居一样, 他虽有涉足影视圈, 但作品却屈指科数。 1988年他出演电影《惊魂今晚夜》, 第二年出演电影《衰落记》, 同年再次出演电影《大男人小传》, 但均无大影响力。 1993年皇家居去世后, 在葬礼上的现身却成了他最后一次, 在大众面前现身, 随后他选择了审计。 直到近20年后, 他先选择付出。 他一直以家居《魏王仁》的身份标榜,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寡妇, 并称自己曾与家居订婚。 但他的这一称呼, 却引起皇家强的不满。 皇家强称他只是哥哥的女友之一, 根本就没魏王仁, 这一说, 总是说与家居订婚, 倒是拿出戒指出来呢。 皇家强之所以那么恨林楚琪, 他表示是因为他曾经做了对不起哥哥的事, 虽然没有直说他在与家居拍拖时间有第三者, 但早有花编八卦报道过此事, 至于真相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。 在与皇家居分手后, 林楚琪至今都梳妆为嫁, 至于是否为了家居, 他曾表示, 家居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, 是无可替代的, 但自己不嫁不是为了某个人, 而是自己的选择。 在家居去世后, 林楚琪有段时间, 没听到Beyond的歌曲都会伤心落泪, 可以肯定的是, 他对家居的感情是至深的, 也许当年两人真的有过不开心的事, 但感情却是真实的。 而家居的家人至今都未彻底接受他, 也让他与家居的这段感情充满住唏嘘。 在葬礼当天, 家居家人默认的媳妇是Ritter, 家居家人选择让他拿花, 显然承认了他这盘媳妇的身份, 当时的林楚琪却没能有这样的待遇。 24年的时间已过, 林楚琪始终得不到亲人谅解, 但是不,